好各位 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 GIM 这个影像处理软体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讲选取 核心式选取就是这样子 没关系我们先把图片抓进来 我们今天呢 抓一个比较复杂的 图片好不好 抓一个比较复杂的图片 因为今天要处理的是选取 比较厉害一点的选取 很复杂的图像 很复杂的图像 然后很复杂的画面 我们要怎么样呢 才能够把它选取出来 就是 那个概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张图 一张是这一个东西 一张是下面这两张图 这个画面都极其复杂 要选取不太容易 图像处理软体 我们讲过了之前 已经讲了太多了 选取是很重要的核心 概念 选取完 你才能够对选取的东西 做任何往下 的某种加工或处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核心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的选取呢 我们上一个video是讲了 三个不同的概念 这一个地方是选取的一些工具 另一个是透过什么路径 我们已经讲过了对路径 另外一个是快速的遮罩 其实遮罩是一种操作的概念 很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概念遮罩 跟路径三种不同的概念 然后我们今天是同一个概念里面 就是用工具 他所附给你的工具里面来教 这个 矩形跟躲晕形 我们讲过了就不讲 那这里有自由 还有那个塞舌 还有那个前景 后面那两个比较麻烦 有空再讲 这一堂课就这样 大概知道了 因为那有什么概念去处理 什么叫自由选取 各位看着 就画的就好 他用画的我们之前你看 就接起来了 有没有 点两下就接起来了 之前我们用那个路径 还要顶个半时 他这样就把他画起来了 各位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所谓的选取范围编辑师 没看到白色的地方 就被我们选取起来了 对不对 你要移动他 按这个移动 然后这个地方 没有 那个选取区的移动 那你就可以移动了 其实没有必要 不管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复制起来 对吧 编辑复制 然后到这里来 把它贴上好不好 我们可以 动一下 在这边在图在那个 好 再选取的地方好 移动贴上 没有 刚才的地方就贴进来了 对不对 按这边 那图层就进来了 我们把它拿掉了 练习嘛 等到这个叉叉的地方就不见 好 这个地方就自由选取 然后呢 往下这两个呢 是我们最常用的 复杂的图形当中 我们很需要用它 什么叫复杂的图形 各位看到 来 一个叫智慧 一个叫颜色 这两个差不多 差别在哪边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 网路上的文章好了 我也是网路上读文章 读出来的 我 同学我读大学的时候 没有这个东西 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 IVM PC刚出来 PC你知道吗 个人电脑 IVM PC刚出来 我们要学的是 DOS 现在你知道我几岁了吗 哈哈哈 对 所以差很多 大概不晓得什么叫Win3.1 或者所谓的IVM的OS2 听我的VD 有听到OS2 有听懂的 那个 Windows3.1 有听懂的 恭喜你年纪跟我差不多 好 不管了 我们先看一下 来 智慧型选取啊 跟颜色选取差别在哪边呢 好 来 那个 颜色呢 一样都是靠那个颜色 相相同的颜色 但不用相连 但智慧型呢 也是以颜色为判断标准 那这个颜色要连在一起啊 颜色要连在一起 所以叫智慧嘛 颠倒对不对 一点都不智慧 不管啊 智慧型就是说 透过颜色 但颜色要连在一起啊 然后呢 颜色就是说 画面 只要颜色相同的就行了 有没有连在一起的不重要 理论上也大概理解一下 我们来看这什么操作啊 假设我们要把这个绿的地方 绿的树叶 绿的叶子卷取来 天啊 你要怎么选 所以这个功力就很重要 我们先用什么 先用那个智慧型啊 就是说 要相连的才会有用啊 所以呢 颜色嘛 颜色 这个这个零戒指是指颜色 颜色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这个52太大了 我们稍微给他减小一点啊 刚才我在玩有有弄了一点点啊 这个地方啊 零戒指就是 Range的啊 绿跟绿之间的差别有有多大 是他选择的标准 来 等下去 哎呦 有没有 所有绿的通通被他选取了 而且是相连的啊 各位再过来看啊 那我再点这个 哦 椅子椅子都有对不对啊 然后再点这个 没有 哇就接起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是 绿的啊 整个把他选取了 这个叫智慧 智慧 选的选取啊 那各位你会看哎 我怎么都可以接的起来 因为我在选项是选这边啊 这个地方就是把他相接起来的啊 选取 不选取啊 因为通常呢 你一开始会用这边啊啊 这边啊 你看啊 我点这边 呦 选取来了 然后我点这边 你选取的这边不见了 对不对啊 他就是一个取代一个 但我如果这个呢就是相加 相加懂吗啊 点下去哦 绿的选取啊 这个也在对不对 又加起来了啊 还有 选取啊 有没有 哦 又选取来了 对不对 又将加 选取来 且又像加 你可以把颜色接近的地方通通 加起来 对不对啊 他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你可以看这边啊 那你可以看这边 有没有 已经那个叶 树叶的地方开始有点样子起来了 对不对啊 他会依照 绿色的 感觉 呼噜呼噜把它接起来 没有 这个编辑 来个猫 复制 可不可以 已经复制了啊 然后呢 到这里来 好不好 因为有一点好 复制来了啊 你看哦 都还在对不对 都还在啊 这到这个叶子作用来 好 编辑 贴上 哦 整个就贴上了 有没有看到 当然他是一个浮动图层 我们讲过了 给他变成真正的浮动图层 看这边啊 这边也按下去 整个变成浮动图层的 然后呢 我今天 好 然后把这个取消掉 看起来没有很像一回事 看这个绿啊 要去背去成这样也不容易 不容易啊 你只能用智慧型的选择出来 对不对啊 然后把他拉清 他丢掉啊 练习用的嘛 所以可以丢来丢去啊 你平常不要乱丢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一次我们用什么 刚解掉智慧对不对 我们现在颜色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颜色好像很不错 有没有 诶 选取来了 各位注意哦 我这个是 这个是一直相加的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 然后下一个啊 他是断 他没有相加 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相加啊 好 然后 这个临界值15啦 15好小哦 就说 颜色要很接近 看有没有到30就比较大的啊 就是他那个 容忍度比较大 来整加起来 哦 这么多 有没有 相同的颜色有没有啊 相同的颜色 有一些呢 距离他很远啊 颜色相同 他都把他选起来 我们刚才讲过了啊 智慧型呢 颜色跟颜色要要要点在一起 他这个颜色即使没有连在一起 在整个画面里面 通通选起来 不管了 那这两个差不多了啊 就是以颜色为基准啊 你 最好按这一个啦 因为这个会相加嘛 对不对啊 你叫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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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加起来 对啊 选取来 对 对不对 答案 复制啊 把它复制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 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到 这个电脑有点撑不住了 到选取来 选取取来的 好 那我们到下面这一层来 对啊 然后呢 编辑 对上 没有 看到这个第一样 要选成这样也不容易 好 我们呢 要选择这样呢 一点也不容易 好 把它变成那个 再跑啊 跑出来的 变成真正 把它变成涂层 然后给你看 有没有 刚才我们这个颜色相同的颜色 我们被选取来了 其实真的也不容易啊 它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三大概念当中的 嗯 嗯 所谓的方法啊 这个他给你的这三个选取的方法 这标准的选取方法 我们之间你说用路径 跟遮罩器是另一种概念转过来的啊 这是标准的选取方法 这个软体给你这几个工具啊 那你 我们也讲过了啊 那你学一下啊 那主要是这一个啊 这个啊 你在依什么什么选取的时候 你这边要注意一下啊 要把它调到相加的模式 这里啊 相加的模式 我叫你按这个 按那个 按那个 才会把它夹起来 而不会一个跳一个一个跳一个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 特别给你 再强调一下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